大家好我是舞秋風 最新快招版本24w10a 來囉 狗派們歡呼吧 最新的狗狗 來囉 在我身後原本只有一種嘛 現在這一種就是 離我最遠最角落那一隻喔 這一隻啦 這是原本的狼喔 現在改名叫做蒼狼 對那個實際中文名字還沒有確定 不知道之後會叫什麼啦 那現在呢 一共新增了9種 出來了 直追貓貓囉 狗派福音長期以來 我們的狗狗只有一種嘛 現在已經有 9種了 那個這個快招版本的重點 就是這個啦 其他的就不值一提 我們就不提了好不好 來詳細介紹一下 這9隻狗狗 首先第一隻呢 就是我們原本的狼嘛 現在改名叫做蒼狼 會是在 蒼葉林喔 蒼葉林出現 每一次出現大致會有4隻啦 群體樹木為4齁 第二隻是我們的森林狼 顧名思義就是出現在森林裡啦 沒錯森林也會出現狼了齁 然後群體也是4隻齁 接下來這一隻叫做灰狼 它會出現在冰雪蒸葉林裡面 就是這長這樣子齁 欸 這感覺還蠻好看的 也是4隻啦 然後現在這一隻 黑色的狼 是生長在 原生松木蒸葉林裡面 就是那個很大顆的樹嘛 然後下面沒什麼樹葉的那一種齁 那個群體數量是2到4隻 接下來這個是栗子狼 就是栗子色的 這個是原生蒸葉 呃 延伸三木蒸葉林 喔這幾個 這兩個我又 就是那個樹木一樣是很大顆啦 下面還有一些樹葉的 就會長這種狼啦 接下來後排的這一隻呢 會生長在 蘇蜜叢林喔 也是這 我這裡附近這個地方齁 蘇蜜叢林裡面 那個喔 會生長2到4隻喔 對 這一個 這一個翻譯好像叫做什麼 鐵鏽狼 呃 生鏽狼 不知道之後會怎麼翻齁 那接下來這一隻斑點比較濃厚的呢 會生長在 莽圓高原嶺 叫做斑點狼喔 那個有4到8隻 欸群體數量比較多喔 現在連莽圓 都會有狗狗出現喔 接下來這一隻呢 是條蚊狼 看起來很像獵狗對不對 他會生長在蘇林惡地喔 那個群體數量一樣4到8隻 也蠻多的啦 接最後這一隻呢 白白的 比原本的更白齁 這個是出現在雪林裡的啦 那個數量一次就是一隻齁 所以蠻稀有的喔 現在雪林裡面呢 還會出現雪狐還有雪兔啦 這幾種生物了齁 然後狗狗會攻擊那個狐狸嗎 欸這個應該不用再多講了吧 大致上就是這個樣子齁 以上呢就是這次快照版本 新增的相關內容啦 重點就是狗狗有新變種 可以在世界各地到處亂生了齁 每個地區有不一樣的變種 其他的像是 呃 沒有了 其他全部都是技術性內容 然後或是修改了一些bug 大致上是這樣 對 然後喔喔 寶庫的文理又更新了 哈哈哈哈哈哈 怎麼更新都還是很像啊 那個我們就不講了齁 重點還是狗狗啦 那個狗派們 再次歡呼吧 以後1點20點5 你就有新狗狗了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 wwwww